超短小工 今天早上 基本了一場綜合這年的 教學成果店 將學生小孩平常時的學士成果 來做電験 也要請家長做過體驗 充滿的工作 另外一位就要感謝 大學的愛心搶箱 提供實實機會 好好也安排學生做心得的分享 研究室吃這個活動 好 大家看 預備 開始 在老師的段階之下 家長和學生做好比賽 看上去更加好 只剩下學士成果的試驗 超短小工 今天早上基本了一場成果電源 將得到學生 並上學學士成果做電験 並且要請學生家長做回餐廳 提供如何整理回潮 家長的分享 對 我是覺得學校的老師們 他們真的是很有耐心 因為幾乎學校有一些活動 我就會來關心 然後來看 但是我覺得就是 老師對他們每一個 就是會有個別的付出 他為一個經濟 一直看著經濟 花芽 漲大 開發結果 那個規定 你都不用說什麼 他自己心裡就感受到了 那我覺得 生命 這是一個很好的生命交易 另外為了感謝 大學愛心搶箱 提供學習的機會 好好是安排小朋友 做心得的分享 在老闆的面前表達出感謝之一 學到工作開度 信心跟進去 有希望找到向你那麼好的人 就謝謝他們的教導 然後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工作的開度還有信心的開度 讓他有機會學習一些不同領域的東西 他也是要回饋一下給社會 這些還有一些資源 為了讓得到學生 會到順利在台北社會 操縱上工 特別幾月後不一樣的康定 並且跟愛心搶相配合 精速建交學做的機會 安排他們到各個職場上去 就利用一二年級所習得的這些技能 然後到高三的時候到職場上去 剛剛好可以適應高三的職場 那這樣子的話到高三畢業之後 他們經過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的學習 我想他們在三年級的時候 在畢業的時候就會很容易在社會上適應 那這樣的適應就會讓我們的家長安心 也讓我們的學校放心 學生也準備了做做餐和點心 讓家庭和愛心搶相來拼搶 可以等一天學習的成功 對著學生的力量來說 也是很大的鼓勵 記者將會上掌握報導